日前掌管中国互联网新闻审查和监督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心办公室 国信办在苏州举行了一场名为依法办好网站讲好中国故事的座谈会 身为国信办副主任的任贤良在会上表态要把五毛扶植为网络大V 五毛党是中共的特色产物之一 主要任务是赞美党为党辩护 随时在网络上发帖以干扰正常的信息传播和交流 不过一直受到外界批评的五毛党可能要大翻身了 中共国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在11月1号的网络座谈会上表示 要扶植这些五毛党为网络大V 任贤良说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坚持所谓的依法办网 而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不断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任贤良还强调网站要加强议题设置和组织策划 把握主动权抢占舆论制高点不能被少数大V牵着鼻子走 而是要扶植和推出自己的大V和话语领袖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 以朱欣欣表示中共要说引导舆论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违法的 干预民众的言论自由 使舆论不能真实的反映民意 中共所说的引导舆论实际上就是控制舆论 任贤良的这份表达似乎也有意为五毛证明 最近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点名的网络携手一夜爆红 由于互联网分析师周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一见惊人 使得一直以来看得见摸不着的互联网分析师团队 既俗称的五毛也被迅速复制为中共的动良制裁 不过有网友提报 周小平曾任大陆分贝网副总裁 而分贝网2009年应设色情经营 包括周小平在内的多名高层主管被警察拘查 尽管如此依然不解相关单位对周小平的热捧 有分析指出 中共知道有50万粉丝的周小平这类网络携手 可能比传统的宣传渠道更能有效地传达党的路线 2011年发生南方周报新年信词事件 当时任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任贤良 曾写过一篇有关严管社交媒体的文章 强调党管媒体党管舆论是所谓的基本原则 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任贤良当时就建议宣传部门要采取多种手段 转化扶植和培育一大批认同赞成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领袖 通过他们来影响网民引导舆论 三年后任贤良升任副部级的国信办专职副主任 他的文章变成了全国性的网络监管政策 而相对于周小平这样的当红炸子机 另一位同时拥有大五毛号称的小平演员赵本山 则显得失从许多 在中国文艺界得以二十多年的他 并没有受邀参加由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尽管赵本山组织麾下艺人高调学习文艺座谈会精神 仍然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回眸重视 敬任剧部红炉